战机非常对称啊 0-7对7-0 轴对称 对很对称 来吧 卢仙 自己班卢仙 我感觉是他自己可能不好拿 对 有可能是不太敢拿 那现在就看妖姬了 对吧 这开出来的妖姬 有卡尔吗 这边可以奖励啊 现在有卡牌 然后男枪也在 卡牌男枪这一套 其实如果选下来会打得很舒服 这个不太可能吧 如果选这个去打卡尔马 那就是对着号了 但我觉得不太现实 赛纳 直接出这么早 如果选赛纳有可能上中野三战士 这个位置应该不会选直接跟他的搭档 这个位置应该不会选直接跟他的搭档 应该会抢一个别的位置的英雄 打野啊 或者是中野妖姬这种 这种都可以选择 这是什么 他如果选猪妹的话 感觉就是鳄鱼配刀妹了 赛恩 我会赛恩走下吧 这套我这个DK用了 他们这个套路之前用过 就是之前用过 Rickless还在的时候 就是他在那给一个W 然后他那个3直接把小兵踢过去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就是G2 抱歉 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 我一下想起来了 是的 这个把翼推走了 那个 对 Rickless 300层魂的意思 是的 是的 180度还是200多 反正忘了 就是很深 下路走 200多一点点 对对对 因为他是20多分钟出头拿的这么多魂 他就一直点人呢 所以一个拿看第三楼的这个选人怎么说 女警卡尔玛 这个组合没有拉克斯那么的完美 但在推陷这方面还是能够给到很大的压力的 拿看寄托三手怎么说怎么怎么出 打野对面已经拿了 我感觉他们拿中路其实会好一点 拿中路然后后面再搬两个 反正打野这个外面还有很多 把你的芒僧 然后刺一点的还有什么照性 对吧 这种都可以拿 哎 两个人激烈辩论 哦 这边小羊和Caps是激烈辩论了一波 直接来了一个猪妹 那很有可能是配女刀的呀 女刀 鳄鱼都有可能 而且我感觉这把甚至他有可能出卡尔玛 卡尔玛已经对面拿了 那应该是刀妹 对 应该是刀妹 猪刀嘛 或者这个猪妹 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打野 你信吗 我觉得这猪妹有可能走上 当然啊 这个几率比较小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先看搬人吧 这边还要怎么搬 把妖姬给搬掉 他还是非常尊重版本的 虽然对面中单选妖姬 不是选特别多 但是他还是选的 把这个英雄给干掉 是的 左边现在挺懵的 这赛恩加猪妹 这双中装战是 有点令人看不懂 如果稍微做一做 激退的功课 应该是知道这个赛恩是走下路的 但极敦情况下 这个赛恩走上 他辅助说不定是一个其他的 这把刀妹给搬掉了 把刀妹搬了 还是求稳 这个组合肯定看到猪妹 不可能给你 那接下来再搬一个看看 再搬我觉得其实可以搬亚索 因为亚索也是可以配这个 也是可以配主妹的 那就AD中路嘛 基本都可以 激退这里怎么办 天使 哎 班天使 不会真是上吧 对 他又有一点点 像这个上路的一个赛恩了 你觉得上路是赛恩吗 我觉得上路是像猪妹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不知道 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BP很怪 主要是激退他选前两手 我觉得他这一个组组 是下路组合 但他选了猪妹 我就觉得不确定了 确实 有点怪 蛮王先搬 OK 把你所有能跟猪妹搭的这种 中路好处的都搬掉 格温 OK 还是打野的 没问题 打野的猪家 上路的格温 中路倒是真可以压缩 确实啊 这种中路压缩 勇文的你 你别说也行这吧 对 Oder现在 挺难选的 或者说这个上野 对 他的上路 打格温 首先要考虑那种 可能就是杰斯这种英雄 但杰斯 阿卡丽这种 又有点怕猪妹 动作你就不好活 哦 来了 白派塞尔的厄加特 这个英雄到目前为止 其实只有艾薇和他喜欢玩 其他的上单选手都不太愿意去玩这个英雄 最后这一手 塞拉斯 你别说对面大刀还挺好用 对啊 卡牌 但这样出卡牌人家这些亚索好像还挺舒服的 对啊 别说亚索真挺舒服的 能打的东西很多 诸美其实最经典的搭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亚索 因为以前来说的话刀面还没有改版的时候出的不是那么多 是的 咋说这一手 开普斯小猫 永文 永文也行 也行 嗯 都没压力 而且都挺好用 那这样一来的话 技术这个阵容 很扎实啊 很扎实 而且他这个上中也暂时 再加上 后面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可以一直加血 然后一直给暗影聊员 一直给一些补充技能的赛纳 打团来说的话 我觉得左边非常非常难打 因为下路组合来说的话 我觉得虽然卡尔玛加牛精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在右边的这个阵容里面占到优势 而且这一把好像是Tagamas玩赛纳 然后Flect去玩赛恩吗 嗯 嗯 这是什么 来得及吗 呃 呃 这个 给大家说一下Broken Blade他非常喜欢玩上单永文 他之前 对 去年在莎尔克林斯的时候他又特别喜欢玩 虽然不怎么好赢 但他就喜欢 是的 在欧洲常规赛的时候他也有用过我记得 而且包括说阿克尚 这种 这种营他都很喜欢 最后好像真的就保持这样进入游戏了 最终是中单的一个格温 其实小茂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选手 无论说以前有凯尹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说卡密尔刚出来的时候他都用来打过中单 是的 关键 关键是这个格温走中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路线短 他不好击杀 但如果你就为了求发育的话他打卡牌真没啥压力 断续击走万灯牌基本摸不到他 然后黄牌的话 来人之后用4939挡也没问题 然后有Q技能倾限 好像还真可以 这把感觉打卡牌这个格温初衷是真可以 然后卡牌游走的话推塔也很快 来吧进入比赛 这把确实是Flagged 他选他选择玩的一个 他选择玩的一个赛 而我普通特格是选择玩的一个赛 辅助赛 放黑自我了这把 这把Order压力很大的 其实他们这套阵容是要求非常高的战术执行力的 你的这个执行力如果拉不满 对线没有足大的优势 而且团战没有做到另行禁止的话 一旦到打团 寄出这个团战将会成碾压的样子 就给碾过去了就 喂 这边Flagged 想要干什么 不知道那个草里有眼呀 他如果贴左边这个墙的话 他是会被Q起来的 对 但一般来说没有哪个女警 没事去贴墙 特别是贴这个墙 是的 两边 这边打野一边是下边去开 两边应该都是蓝开 嗯 其实Oder这个阵容如果说把上单稍微换一下 在LCK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阵容 哎来了 这边想要进去找找机会吗 但是Flagged去了一个Q 没找到 是 在这里 小冒直接上来捡 直接捡到半血 再捡一下 征服者都捡出来了 这场景好像是上路的场景啊 在中路重现了 确实这套阵容之前在LCK看到很多队伍都用过 但就是这样 但这套阵容在LCK的胜率他也不高 因为真的他要求太高太高的战术执行力了 你某一个点某一环 出了问题 就导致整局都崩掉了 尤其是女警这个点 除了像T1这种女警特别厉害的 不然其他队伍还是比较少 对 塔格尔玛斯下路 这被推线是真没办法 对面卡尔玛加女警想怎么推怎么推 是啊 这个就消停吃刀就好了 没办 塞恩这个英雄 从他一出生 就出现到英雄联盟里边 你无论走哪条线 都是被推线前几集 只有那种老赛恩 就是那种死亡瞪眼的 对 那个赛恩 对 中路刷个盾嘛 刷个盾然后把把那个兵一青直接武素鞋去游走了 武素鞋杀人数 那个时候瞪你一眼就没了呀 看你一眼就要死真的是 以前还是有非常多这种 大家想不到的那种高AP加成 比如赛恩以前他两个技能都是0.91.0的AP加成 贼夸张的那种 还是回到下路对线 下路对线确实难受 而上路这边 打完一波 刚好背回来那一瞬间 Broken Bayless是回去了 诶 勇恩走上路 就好很多 打这个英雄 不会像格文打那么难受 可能这也是他们换性的初衷吧 应该就是因为格文打 维加特其实挺难受的 维加特无脑进你的圈内 前期刷完之后 来到下半区 他现在是空不了下半河蟹的 因为下路一直被推线 一过来看到了 那就直接去刷自己的上半区和谐吧 反正上路永远有限 对 甚至中路还能考虑看能不能抓一波 这个走位有机会Q闪 想想算了不行 离的位置还是有点太远了 而且有点唱了一出空城记的感觉 他忽然亮了个标 感觉后面是不是有人 一开始也是看到了下半区有个凯威 万一就是说人家不刷这个石头人 一直走过来 也没准 但刚刚也聘了一下那个位置 知道这边黑格是在这的 很细 就用你背个的这一下 然后用我的破障之锋直接回到原地抵消 凯威中路想动手 但是珠妹就在旁边 Caps直播 蓝量不是很充足 但KC也没有多少蓝 两个人很可能要马上来一波中野2打2 先吃黄牌再卖 但是刚刚珠妹给被动的这个细节 好像被捕捉到了 直接原地毙了 这波应该也就稍微掩护一下 因为这波Caps确实是有一点点危险 嗯 这个血量如果说吃一整套伤害 它稍微走位不慎 然后对面把点燃挂上 自己是有可能死的 是的 下路还是一直在被压陷 说实话 G2这个双人组 确实面对上这种强推线组合 真的很难受 嗯 没什么机会 这边 开位是扫了一下 而且他也刚好是看到了 首先上路应该是拼了信号 人不见 然后再有点就是刚插的一个眼 他也是知道对面 不是可不可以把这个眼给用掉 是的 嗯 看这把G2的手好短啊 他在推塔或者说手塔的时候都很难 把这个手太短了 不过团战很厉害 中古小猫也一直吃牌自己 还没回过城 这波是要回了 嗯 下路也避一波 小龙已经刷了 这把第一条龙是火龙 刷人组 G2应该也是回城 还不错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拿掉 然后走 是 这把别说 真是Order 最有机会的一把 他们前期的节奏非常的完整 而且 哎 等一下 Corpro你在这干什么 好像给机会了呀 5G4手挂到了 那在J3的Q技能是完美的combo 不需要操作 哎 还找出了一个死亡闪现 这边Yanko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撞 撞出了一个人头来 刚说完最有机会的一把 这机会一下子就 转瞬即逝 是啊 中路Caps 6级了 这个血量 对于一个中单来讲很危险 很危险 再来 还有一段 点燃大招 直接单杀 这边不要喷色 想要找机会吗 但是 感觉有一点的困难 Q 这边一闪 闪现E 这边没有背到 死云前流一开 一下没有了生存的压力 对 他一定得背到 然后再给这个控制 他一定背到才给大招 但是刚才 非常可惜啊 CapsE技能是已经好了 诶 这里找猪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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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兵有点多 回头QQ一下 Flex的有点想反杀吗 在南上罗 上边不要啃色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刚才那波在中路是把闪现给交掉了 是的 突然间 小龙刚过去一分钟 局面一下子就崩开了 刚说最有机会的一局 对啊 最有机会的一局 主要是没想到 Copro给了一波很大的机会 不过好在女警有人头吧 倒也还可以 KC应该要叫人来了 这一波 因为他上一换了一个点燃 Carrie刚好也是到达六级 但是旁边有个Tagermas 这个小兵看到了飞格的位置 哎 蓝牌吗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上的机会了 而且Caps和Tagermas可以直接往先锋去靠 300多滴血 没有成绩 还是慢慢又又拿到了 右边这个阵容 经济领先的话 可没法玩啊 中期 左边有点打不动 右边这几个 这朱妹赛恩实在太肉了 而且这个永恩再加上格温有点挡不住 这局确实经济扩大得很大 但是对于Oder来说 前面好不容易拿到的优势 因为几波小的失误被送出去 确实有点难受啊 是啊 本来只要稳稳的补刀 稳稳的吃对面的肚层就可以了 然后卡牌找机会上路 对吧 把上路的局面再一打开 但是 但是 也是标准的来中路帮一波 因为之前说过嘛 就是三班 如果中路单杀了 那就是辅助来游走 如果说中路没有单杀 或者中路对面扛住了 那就是开不死去其他路游走 嗯 向洛开始了 直接扑到这七手啊 封城局那战没有展到 他这个是展的有点太 没有贴边 像卡那个最边边的距离 但是 位置离得还是有点点远 但这把BB这个永恩 其实已经玩起来了 永恩只要在 十分钟之前 能做出攻速鞋 加一把短剑 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发育了 而且他这样 这个时候作战能力又很不弱了 他只要有了 攻速加短剑 然后三级Q 就是一个 两秒一个Q 即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前锋招出来 中间撞 你觉得他到手 现在经济已经慢慢的 开始扩大了 而且现在 标喷子一个人守不住这个塔的 他一个人守不住 赛恩可以守住 但是这上面就不行了 直接上来打一套 回去 他这二台也在抗下塔 直接溜 现在Order还有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这一波 能刷一个好点的龙魂 现在留给他们的 只有土龙 电龙还有一个风龙 其实电龙还不错 对电龙还是蛮好的 这个阵容拿电龙挺能拉扯的 而且他这边有一个卡尔玛 自己再加上有一个电龙减速 一来一去的话 可能肌肉会有点难射 下路再推 现在 这已经是我觉得Order 打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最有机会的一局了 没错 因为十分钟他们的经济 没有拉开到三四千 这把经济过后 两千 两千不到吧 1800多 1900多一点 小龙这波机体也不想放 是接着让永恩 应该是准备让永恩走过来 先开黑雾 所有人藏在里边 卡尔玛打下消耗 但这个时候女警所的能力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啊 直接先回去 永恩来了 这波永恩大招 马上就好 风鲜吹起来 但自己被钉在了原地 被打一头被秒了 BB BB 他直接被背到了 没错 这个 这很BB 这个味很对 那这样的话 小龙Order就可以很轻松的拿下来了 对 这边的话 Order应该是可以直接拿下 因为现在Caps位置有点远 而且现在才11分钟 他的这个TP还不能踢 踢眼 但是中路这边想拿个N位奖 想吃一个卡牌人头 卡牌是有闪现的 撞上去 这个招闪走 没问题 招闪走就行 没问题 真是电龙 可以 那这样的话Order就很开心了 但这波 打招甩 没有闪到他找减速就行 这个位置好像卡牌是已经有点走不掉了 一个人头拿到手 第二波 开背 还有最后一点血量 这边这个Yankos 直接拿下这个人头 但中路剩下想换 超越死亡的恐惧 直接拖回来 Copro自己的血量也很低 但Laked已经没有追击的能力 Caps再往下给点点压力 可以逼退 不是说这波感觉 C没有必要再回去吃那波中线 对吧 因为你刚交往闪现 明显对面人还没走远 贸然往前走 吃那波线 这波犯大忌了呀 而且兄弟们其实都是在打龙的 你这波很明显是给的机会 如果能够白拿这个龙的话 其实我都还可以接受 这波自己死还是挺伤的 卡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节奏 其实这波最好的节奏应该是 杀了永恩 拿了小龙 然后直接闭 然后回程整步一步再出来 然后大家开始接着巴育去玩事 哎呦 连克的刚才在旁边的这个排水区过弯 也是非常厉害啊 也撞到了 科普 没救上来 胶闪现溜掉了 是的 又逮住了 又是开位 然后去找开位 但是自己反而有点危险 直接大招跑路 是 让子弹飞一下 直接把比比劝退 风神绝静长又没了 但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开普斯很开心的时候了 因为卡牌刚才在边线单 单带是没有 就没有什么能力去跟格温带线的 真的是漏一个破绽 那格温上来就要给你理发了 那表喷斯就更不用说了 他现在这个装备 他现在只有护甲枪 去对抗这个格温是难上加难 杨扣斯打包招过去过来 看到了一个野生卡牌 上路BB 他是没有大招的 他有一个闪现 塔下能操作吗 感觉操作不了 先给个E 躲了这个潜在游眼 旁边一个RQ又丢空了 回头一个QG 又把链子给拉断 他已经很秀了 但是留给他秀的实际 好像不是特别多 他又躲掉了这个超越死亡的恐惧 自己虽然是阵亡 但是起来这一下 开位 他好像有机会可以走吗 他得回到原地 这个很难受 但还行 攒出了一段风 让他直接溜掉了 Broken Blade这一波已经很秀了 但是没有办法 对面 他如果但凡有个大招 这波说不定都还有机会 对 他如果有个大操作的上限 应该大了很多 一看 他一直不敢跟对面打到底 他只能去骗技能 然后来回拉扯 但这一波他的阵亡 还是给Oder 创造了一个拿先锋的空间 先锋也可以直接拿掉 我们看经济其实确实 差了不少 但是现在对于Oder来说 不是完全不能打 他共了两条小龙 这个先锋也拿到 并且中路塔的血量其实是不多的 GQ的中路塔 现在没有什么血量 Oder看能不能把推塔鞋都给打起来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女警体系 都还没有完成过一次推塔 是的 这也是最令人感到差异的地方 他在前面卡尔玛女警 没有说推掉下路太多的肚层 这个下路防御他的血量 最多也就到了两层 再来迷迭 其实 现在是有点上头的 我感觉 他见面就要冲 上去直接找女警 但这一波 KV在旁边保驾护航 中塔的血量不是很多 落地 吃到无尽死守 而其要被击飞起两个人来 但FlyKid的这个位置怎么说 有夹子直接开车了 硬走 开车硬走 刷盾 然后再让自己的Tagermas 帮忙回了一口血 再给加一口治疗 成功抬了起来 Yankos这个位置很不错 没有人发现他 河道旁 Karma刚点一个眼 直接绕回到自己塔后 但是这一波 G2这波是打不了的 因为现在Kaps还在下 Kaps必须要 得到正面来才能打团 这个永恩还需要一把无尽 才能够彻底成为中间力量 攻塔成功推掉下 卡牌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去找了 诶 等等 在这里B真的没事吗 被打拨了 找到了Kavi Kavi赶紧把神仙给交出来 他还有一段大招 要走肯定是能走的 再交大招 但是这里的一塔没了 那好像可以绕过来 Kaps下一段的游戏机组要好了 直接过墙找到了Kavi Kavi又把自己的W用来做位移 但上路P用在这里 被牺牲的人 这波是没办法揍了 对 而在旁边 这边卡牌 又是想要找3去交交进 但是完全打不动 自己这个装备是没有多少伤害的 G2大部分人都在上门去 那奥达尔 这波好像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 把小龙给拿下来 10秒刷新 不过有电门 好像也可以很快的就赶到正面战场 Kaps TP是没有赚好的 但Kaps如果回家 应该要有自己的第二剑了 那是质牙应该要做出来了 也不敢打 Kaps直接刷完三郎 但是他不敢从中部走吧 这个位置毕竟还是有塔的 嗯 哪怕他一丝血也得尊重一下 小兵把下塔走上给拆掉了 而小龙幾乎还是乱乱拿下 本场的一家选手是给到了Kaps 对位心一插一八一八 确实卡牌这场虽然硬抄 但是也没有硬多少 嗯 诶 等一下 这里为什么有一只野生卡尔玛 还好这边卡尔玛旁边是有兄弟的 因为在路途中他也是知道了 凯威也在上半区 是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吃完 不过人家有惩妾 硬抢了 小的也要再抢两个 太过分了 嗯 凯威很难受 抢 过来就抢了一个大的 其他的就没吃到 这不中路 他有双招到 死 应该是 不会 这边把Q马要给逼开 他如果刚才往塔下走的话 可能就死了 因为杨克斯就在旁边 但是现在你可以上路 你人都在上半区 那中路就是可以点的呀 又是经典的这种 故死失必的一个防守 女警一个人在中路 这一剑半的女警 真给不到对面这 猪妹加赛安什么压力 打他不痛 他得等到自己那个多敏尼克林祖的智翼 再加一个火炮这种装备吧 然后打人才疼 至少得三件 这局甚至他是可以出巨峰的 因为他能A到的还挺多 对面手都挺短的 对也没问题 可惜了这个版本的女警 这个版本女警不是以前那个巨峰能出发爆头的时候了 对以前巨峰能出发爆头的时候 直接三件套 无尽再加上巨峰 主动发难 命运落地 黄牌找赛恩 绕子弹飞 找的是赛娜 但这一波有黑无赛恩直接交车 溜了 没有后续的技能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 想要留到人也挺困难的 哎 后面有TPTP怪是一个Caps Caps能找到机会吗 这个P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夹子了 给个夹子 直接劝退 想想算了 但自己还是被夹子留住了 在这个爱口 上来想抱 没抱到 四里山流交出来以后 KC的位置直接被珠美大招定住 勇恩侧面 给一个破障之风给对面压力 先秒掉卡牌 所有人抱在一起 勇恩一个人在侧面 不让女警和卡尔玛过这个路口就够了 因为两个人一旦过来 就是一个封城绝界斩 那这样一波的话 又是白白正了一个卡牌 G2 哦 现在还没有刷大龙 我想说G2可以去看大龙 但才19分钟 其实这几局就是G2打O的 然后一起打O的 大家发现他们总是在中期有一段时间在逛机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前面又是够大 但是有大龙没有刷新 而且这个阵容又不好上高地 这是最麻烦的事 但是现在大龙也就一分钟不到刷新了 G2可以找个机会再也去做一轮事业 然后他有勇恩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格温 其实打大龙速度还蛮快的 对 那现在对于Order来讲 能不能抓死一个人啊 能不能利用这个超越死亡的恐惧 看能不能收掉一个 尤其是把Caps收了 这个大赏金如果吃到的话 别说只有机会走脸了 Caps 开出来 但是还是被冤阻 头往天天上去 但是一打一可能打不过呀 有一个暗夜燎原 Cavy直接被秒 而后面Caps这个状态还能打 三眼提下来双TP 有人也来了 直接不能任何人接控制 这不给你任何操作的机会 那是有一个卡尔玛 阿Q减速到一周 再瞧起来 勇恩碰到人风回到原地 但Caps已经在减卡尔玛 好痛 一减得下去 已经要人要死了 身体很不适 竹妹想想 不再追了 已经到高地了 现在20分钟了 可以去看这个大龙了 对大龙刚好刷新 而打野Cavy是刚好阵亡的 这一波Order有没有什么机会呢 呃 机会就是卡牌 能不能换一个惩戒 跟去抢一下 这应该是唯一的机会 他踢到了正面 应该是有机会啊 换了个火炮 买了一个火炮出来 换成绩了 3000多的血量 有机会 那龙几没了呀 2000多得进了 1700 1700 200多 竹妹还是文文成下 当然也不是特别吧 247里血 卡牌也是直接阵亡 一个车撞过来 直接撞到卡尔玛 卡尔玛阵亡之后 Puma边打边撤 但是竹妹又是给了一段时间控制 紫庸进化解掉了这个图边之后 虽然说自己走掉了 但是Cavy还是有点危险的 Cavy把自己闪现交出来之后 也是逃出生天 后方战场已经溃败了 再往前追 Yankos一猪当仙 但是踩到了一个夹子 Puma得想发回到高地里才行 但现在他回不去 被困在了二塔这个宫堡 Taps直接选择上去 先找Cavy 两剪刀 人已经直接消失 而且这两个肉根本不在乎 虽然说我死了 但是这个弱暴我还是要亮一下的 但这样一来 现在对于技术来讲 没什么压力 换牌定住有精神 等兄弟兄弟来了 买一下 但是要等下一个都去急走 黄牌再晕 但伏地传流又好了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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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的Caps就跟上把的啾啾一样 这个英雄 让左边很难处理 就像那个刀妹 一模一样的境遇 对 虽然刀妹进攻性更强 但是格温更难杀 是的 又逮住了 Copro 这打他真不掉血 回头一鞭子甩住 摸一下 直接秒了 你说你惹他干嘛 现在下来 可以把这个二塔给拆掉 二塔拆完之后 可以带着兵线 还是要回城回一波的 状态有点差 状态有点小差 也没什么蓝量了 哇 Caps这 杀人出 堵起来 BB也有无尽了 现在BB也是 直接起飞 这个装备 左边这个阵容 应该是几刀 就能打死一个的 除了这个厄加特以外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 诶 F6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 也许还有人 这是一个野生的佛爷哥 但是左偶飞们做得很快 直接溜掉 这Caps怎么这么肥啊 刚以为他更新完杀人书 结果他 他 不仅仅有一个杀人书 还有一个 沙漏 对回家直接 算是半全款提了一个 提了一个沙漏出来 是啊 这四件套 太吓人了 这个装备的格温 伤害没有人能吃得住 中路带兵线 左边下手向能力 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强 一波直接冲高地都可以 因为右边坦度是完全足够的 Caps直接上 开启一个W 6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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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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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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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RNG之后第二个8-0的队伍成功8-0出现 而同时Oder非常遗憾 在这一赛麦赛未尝一胜 遗憾地离开了这次集中赛的舞台 很开心 看有没有活 开始感觉 开始那一局打完 他已经非常非常想整活 但是好像没有打完 就忽然被吞出了 看这波有没有 反正得先碰拳 得先碰拳才行 帽子先戴上 先戴帽 小猫直接戴上了本体 这一局虽然阵容选得很花 但其实这一套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主持人松奇 让我们恭喜击兔男 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 同时豪曲八连胜 成功进入到了对抗赛的阶段 我们邀请到的是上单选手Broken Blade 想问一下他现在感受怎么样呢 我感觉真是太棒了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 以及我们队伍的每一个队员 我们队伍其他的所有团队里的人 都是很开心的 而且今天我们也是获得了所有比赛的胜利 很棒的一天 第二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他关于今天上单永恩的选择 其实Broken Blade的选手在LEC常规赛的时候呢 就已经拿出过这个英雄做上单了 但是在季后赛的时候呢 他更多的偏坦克英雄 那么今天又再一次见到了他复旋的上单永恩 是谁想出来的这个上单永恩的这样一个路线呢 第二个问题 TOP、YUN 我知道你已经比赛这一季 在LEC3的季度 但是为何有个选择这一季到最 Toplane的今天呢 我刚刚就想游戏 我是想游戏 我是想游戏 整个团队是平坦的 我们对我们知道 我们在30m时下 群的中长长 中长 和沙的中长 我们在最后回合选点 其实我们在最后一场比赛的中长 所以我意思是有很多原因 但是我更喜欢游戏中长 那是为什么我也想游戏 其实说到这样一个选择的方法呢 看到我们整个阵容 包括我们的下路赛纳 赛恩 还有我们的打野猪妹 还有我们整个阵容的选择 其实我们都是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毕竟这也是 今天演的小组赛的 最后一个比赛了 我只是觉得 很想拿这个上单永恩 当然了我们也确实是 因为G2的很多很多这样 又紧张刺激的阵容 也一直是吸引着我们 观众朋友们 一直关注他们的比赛 那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问到的是 在进入到下一个对抗赛阶段 他们有没有 每一支最想碰上的队伍呢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后来到Rumble的场合 有哪个阵子 你真的想召唤一下吗 当然 我真的想召唤RNG和T1 我觉得两个阵子 非常好 而且会很开心 尤其是 我认为两个阵子 都很强烈 Bitten和Zoos 我觉得 他们可能是一位最强的 最后一个阵子 最后一个阵子 我认为他们最强的 最后一个阵子 我认为他们最强的 最后一个阵子 最后一个阵子 上单了 跟他们交手这样的挑战 我也是非常期待的 也是期待他们之后的表现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me BrokenBlade Thank you 我们再次感谢 BrokenBlade的选手来到 我们的赛事采访 我们的赛事采访 到此先 到一段落 Bye Bye Bye